那为什么我刚刚那么一说呢 你看上个月 上个月呢 买韩国股市39.6亿美元 是比台股35.1亿美元 还要来得多啊 所以五月份爱韩股 所以卖台股买韩股 是这样吗 阿博塞啊 我的担心 麻烦您就说明白了 好的 我想买韩股的话 是因为最近大家都在涨 大陆也在涨 香港也在涨 那日本股市之前已经涨很多了 那台股也涨了一万点 那之前其实落后涨势最多的话 是在韩国股市 所以原则上 从一个角度 就是本益比的观念 就会这样来想一想的话 所以他会去做一个 买韩股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这样讲 因为韩国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是11.5倍 那台湾大概16倍左右 那入股的话已经到20倍 尤其在深圳的部分是40倍 那上阵的话是20倍 而且两个市场都创下 超过7年来的新高 本益比拉高到20倍了 那日本是27倍 那美国S&P500的话是18.5倍 所以相对就会觉得说 哇 韩国的话可能稍微比较低 所以第一个打动他的心了 也就是说最近的一个情况的话 韩国的本益比比较低 那是不是应该来去买 韩国的股票市场呢 刚刚阿文塞提到了 我们看个K就知道了 来看韩国股市 台北股市挑战观点 最近的韩股市金苏短一点点 我们就拿4月份 他们是这样 然后最近这样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台北股市 直接切过去之后 4月份 你看阿文塞讲得真好 我们是急涨的 结果他是变成这样 然后直接这样 所以他有点落后了 对 那原则上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本益比较低 落后涨势 那第二个的话 刚好三星公布了 他的所谓的这个市占率 它的智慧型手机的市占率 24.5 那去年第四季多少 18个percent 那去年第四季是18个percent 然后iPhone的话是18.2 所以这个市占是第一季是吧 对 第一季的 那第四季18 现在特报24 然后iPhone的话 去年第四季的话是20 所以他跳了将近5-6个percent出来 他当的大概1.8个percent 所以因为三星的所谓的 市占率的话拉高了 所以原则上的话 资金的话开始转向 所谓的韩国股市 是因为这两个因素 那去年长期以来 过去这几年 买亚洲股市买第一名叫印度 买第二名的话是所谓的韩国 第三名才台湾 台湾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 报税 就是因为 仿佛税缴完了之后 开始要报所得税了 所得税今年的话 那还有45% 40变成45% 所以这个五月份的话 过去常常大家就会觉得 五月份就是缴税 我补充一下 今年的缴税最高级距还是40% 今年的总所的明年 报税最高级距才拉高到45% 可是一缴税 大家就想要卖贵票 然后大家也会想说说 过去不是有五穷六节 其实那是过去 因为以前PC的时候是这样 但现在消费型电子产品的话 不是这样 但是还是有五穷六节 那个心理的一个障碍 那最近的台湾跟美国的 超级距禁报的话 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 联发科开法说会 那我们来看联发科 今天江波图的部分 盘通图形的部分的话 不理想 开法说会完一开盘的时候是跌 那我们看世界先进 5347的世界先进 跌停板 一开盘的话是跌 那或者是3037的新兴电子 这开法说会是跌 那我们看247式的可乘 我们看K线图的部分 那可乘的话 一开完法说会的话 是这样跌 变成说最近的法说会 好的不是那么多 但是感觉上不好的比较多 对对对 另外是最近大家在公布第一季潮报表 比如说像翔硕跟森科 我们以这两档股票 先看盘中图形的一个部分的话 你看打跌铁 因为潮报表不好 对 那或者是森科 以前的话就南亚4.0怎么样 哇都很棒 但是问题潮报表不好 那或者一个是通路上 叫雨瞻的部分的话 那沿着上的话 也可以发现也打跌铁 要嘛就是财报不好 然后再嘛就法说会的话 没有第二季保守 对第二季保守之后就掉下来了 对对对 所以变成说 目前有一个问题的话 大概是这样 所以影响到就是说 5月为什么买超不是那么大 那这个 那另外的话就是 这次美股 我们本来在期望苹果 来带动台股的一个上涨 对 第二季的话 iPhone也卖得很好啊 Apple Watch也出来了啊 MacBook也出来了啊 理论上第二季的话 跟第一季比较应该是还好啊 对啊对啊 因为第一季还有过年啊 中间会空档啊 但是问题第二季的营收预估哦 比第一季摔得18年9 季减哦 所以原则上的话 像高通最近也跌 就会影响到台积电 Intel跌的话 也会影响到什么 也会影响到 比如说像所谓的PC族群的一些个股 所以这些的话 会影响到平概股 台积电 还有所谓的PC的股票 所以最近的话情况是这样 但重点来了 其实有潮报表好的公司的话 股价其实还是不错 像美国的话 PA工艺放大器的个股 生化价的个股 像Skywalls 如果K线图 当然是最好 Avago 这些股票的话 开始就有一点拉升 就是因为潮报表好的话 顶在高档 就涨6% 就长期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现 直接拉长 你会发现 其他是 真的是涨这么多之后 是在高档 所以美股现在也出现 各股表现了就对了 所以我刚才觉得说 为什么最近的话 我们买超的话 外资买超没有像之前那么多 那别韩国少 其实少一点点 主要是一月五月份的话 大家可能有这个心理障碍 但是你可以发现 其实潮报表好的公司 或是业绩掌握好的公司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 3673的橙红 我们看今天盘通图形的部分的话 那后来发现 它接到小米的订单 接到华硕的订单 它就涨停 我们看6176的 瑞宇K线图的一个部分的话 因为它真的有接到 iPhone的订单 马上就跳上去 所以这个盘式的话 可能有一些问题 但重点是掌握好了 有个别体材个股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股价表现 相对还是蛮好的 谢谢阿文塞 感谢他一开始破题就明讲了 外资买韩国股市 但不是上个月四月份 买整个月不是这样 在四月份的中下旬 它有点调节 那如果要个答案不是 那五月份呢 台股你觉得它的走势 有机会吗 我觉得就是尝试去站稳一万点 那一万点站稳的时候的话 连续两三天站稳的话就冲 但是如果还没有站稳的话 一般来讲 我是觉得它是整理的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过去五月份 要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话 比较不容易 但原则上我觉得中下行之后 就有突破了一个机会 因为上半月的话 大家会去尝试这心理障碍 因为过去五月份缴税 可能盘情不是那么好 但是发现根本就掉不下来 那下半月的话就开始冲了 其实我还蛮认同的 阿文在这个的结论 因为到底外资 有没有卖台股 然后转去韩国股市 我们用讯号来说话 你看新台币 如果今天是卖台股 然后钱出去 台币应该是重扁的 结果从上个礼拜到今天 都是一样的 这一张的图表 清台币还是走升的多数时间 讯号一 讯号二 上个礼拜帮您追过了 我们发现到台币的升 好像央行也不会让它升太多 因为底线应该是在30块半 您看到了吗 今天往下升最强的是30块6 30块半没有继续在升破了 所以达正 因为要帮助电子厂商的第二季 这个作账的关系 不要让财报太过难看 可是电子需要它扁嘛 果然上个礼拜四用到的策略 今天再用了 又出现了一次两次 往上踢扁的格局 再到最后今天收盘是扁的哦 扁了2点4分输在30点 776冠清要个答案 这个礼拜的外资 还是偏多台股操作吗 再来台币呢 您怎么看如果扁放在转弯了 电子股就有机会吗 我想的确没有错 其实我们在担心的问题就在于说 其实先前在台积电罚出会里面有提到 他们所假设的一个台币呢 是用31.03来算 用31.03来算的话 就已经出现即衰退8%的 这样的一个营收了 那如果说 如果说像现在是30.5的上下 今天大概高一点点嘛 那30.5的上下的话 那很可能不是8% 很可能就是10%了 那如果10%的话 会不会外资又对台积电的一个价格 又重新评估 我想很可能在下个礼拜 就有新的报告出来 所以也还好啦 这边我们刚好看到最低点 刚好来到30.051 可是呢大概都维持在30.05上面 今天也很明显嘛 来到大概30.65之后 现在我们看央行的策略 以前都是专门玩最后一盘 最近好像有在盘中 就要再做一个逆转的动作 其实不只是今天 上礼拜是投资萌可以注意到 也是在盘中出现逆转的 5盘12点整 赶快踢扁 然后再回升 所以它中间 现在速度有拉前在做了 因为它这样的做一个好处 在于说因为 如果说像前 我们看前几次那几个 那么长的下引线 它每次的做法都是 最后一盘忽然敲大单 马拉上去 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投机客 投机客它就很简单嘛 我就看你那么低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做 然后尾盘全部冲给你央行就好了 可是它这种用突袭的一个方式 在盘中就去做一个拉台动作的话 你是措手不及的 甚至你还没开始进场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在拉台了 那这种情况当然好处 就是在于说 比较避免那些扶额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发现到 从最高的30.051那一天 到现在为止 其实它的成交量 事实上有点往下在走 证明说这个扶额 可能稍微少一点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外资还是在不断的汇入 因为毕竟现在欧洲的热钱很多 所以你看到这些热钱 其实热钱很爱买的不是电子股 热钱爱买就金融股 因为他们知道台币升 跟金融股来讲 金融股一定是好事 那这样子能够守住这30.5的话 当然如果说守住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的一个 5月份来讲的一个 台北股市里面的一个电子股 我想可能会比较有一个帮助 不过说到今天台股的涨幅 受到了压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5月份 5月份开始 今天4号 政府金管会就把那个融资维持率 其实包括了融券维持率 全部都拉高到130% 所以整户维持率 一样也是到130% 宾宇您直接上来好不好 因为我今天听说 好吓人 什么总共就在今天有2000多户 面临到了追缴 情况如何 对的确是这样子 为了因6月1号开始 涨跌幅放宽到10%的这个制度 所以说现行金管会 把我们的融资维持率的话 从原本120以下 就要追缴的门盘 调高到130% 6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 而从现阶段开始 就是一个过渡期 已经开始暖身 这个意义就是 本来120以下 您可能要被追缴 现在拉高到130 所以您要赶快再补一些的 单薄品 现金等等 压力就在这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 从现阶段开始 过渡期当中 券商到底都做了哪些作业 首先从今天开始的话 谈中的这种动作 低于130%的券商这个地方 就会开始发出通知了 可是如果你的维持率 是低于130 可是在120之上的话 它只是发通知 还不至于会把你产生追缴 或者是断头这样的风险 可是颠倒过来 假设你现阶段 已经低于120 尤其是你上个礼拜三 就已经开始收到 低于120的追缴通知 而到今天 你都没有补钱的话 那盘中的时候 券商他可能开始 做一个处分 也就是我们常在讲的 断头的措施了 难怪今天的盘中 有很多投资人 说接到电话 就是因为 他的维持率 已经低于120 然后他要求他 处分单薄品 是这样的情况 对 没有错 假设前两天来讲的话 你还在125 123那个地方震荡 基本上还没有事情 从今天一开盘开始 瞬间他的门槛 调高到130的情况底下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如果你的股价 今天又在跌的话 压力就更重 对 没有错 如果融资 那到了6月1号开始的话 就正式实施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6月1号 你还有收到这个地域 130以下的追缴通知 而你没有补钱的话 最快到了6月4号 也就3000之后的话 你就要开始进行一个 处分跟断头的动作了 不过现在因为 刚好有一个月的缓冲期 所以5月4号到29号 在盘中 如果是符合这样子 可能就要接到电话的 行李准备 但是收完盘之后 地域130的 就会激发追缴通知 难怪今天盘中期 大家压力都比较沉重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宾宇 给我这份的资料 就在今天 融资使用率比较偏高的 股价又在跌的 你看都是中小型股 压力变重了 对 宾宇先帮我先请回座 你看这是第一页 我们一页大概是有 五档股票 一页跌重挫两页 那怎么办呢 因为听说现在很多散户 都是拥有这些的 融资使用率比较偏高的 中小型股 到底是卖 还是不卖 打电话要我去缴钱 补缴钱 我要是补还是自行了断 出场呢 压力大 所以难怪今天的行情 根本压根的提不起劲 所以恨伟啊 真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盘 整个是闷起来的 散户的心态现在 我觉得整个一个新制度的 一个商务 但会造成说整个市场的 一个波动 跟观望的气氛 非常的一个浓厚 对 加上说这个农资维持率的部分 如果一旦调高的话 当然会有一些利用制度的漏洞 而大赚 大发奇才的一些 做手的部分的话 可能在这边会利用 这个漏洞的部分 去做一个股价的 一个波动的操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融资维持率的部分的话 如果相对比较偏高的个股 近期有股价大跌 是不是代表 这些所谓持有这些高融资 维持率的一些 个股的一个散户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断头的一个危机 进广告 这就是我今天丢给 宾宾的大主题了 又该怎么办 我们待会就马上进行操作的教学了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今天的金融 幸好有它hold住了人气 公共病不完了吗 转向明明病吗 什么叫做明明病 题材发挥多久呢 我爱我老公 但是他只爱美食